看到基隆廟口汰換了老舊水管 讓行政院長蘇貞昌更加支持基隆漏水改戰計畫 因此在完成基隆廟口及人事路段 自來水管線汰換工程後 銜接基隆廟口的愛武路成為下一個改善目標 那因為我們自來水管過於老舊 那目前我們還是基隆 全台灣我們基隆市 還是在漏水率排名第一的狀況下 所以我們希望迅速的 趕快降低這個漏水率 一方面也節省水資源 二方面也利用泰換自來水管線 讓我們降低我們周邊居供水不穩的問題 據了解愛武路疏水管線分別在民國56年及66年埋設 四五十年來從未更換影響供水品質 因此對於這項自來水管線泰換工程 地方非常肯定認同 水管裡面以前都圓的你知道嗎 圓的裡面好像水如果要入米人的家裡 他們都會一片一片卡住 卡住水會會越小工 對啊 因為這麼久了幾十年裡面 大部分都要換 改善路段全長約兩百二十米 工程經費八百萬 預計七月二十進場施工 而為了加速工程進行 水公司方便計劃從道路兩端同時進行 最快八月底就可以完工 原則上要為了要工程進度順利加速 是從兩頭一起做 那這樣對這個道路的交通 不會受很大的影響 那如果說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可以先坐一邊 那另外一邊讓它順暢 那如果這樣還是不行的話 我們是就可以暫停施工 那等到適當時機 我們再進場來施工 除了管線泰環 路面也將重新鋪設 並重劃汽機車停車格及標線 希望在疫情解封後 能完成基隆廟口夜市 自愛水管線泰環的最後一塊拼圖 記者張啟騰 基隆報道